下班前在公司给电子产品充满电 用大容量的水壶打水回家 加班到能报销打车费的时段再走 这些占公司小便宜的行为 被现代打工人戏称为薅公司羊毛 这些所谓的薅羊毛行为 在合理范围内 公司也愿意提供这样的隐形福利 但有一些薅羊毛的行为 则是真实侵害了公司利益 甚至突破了法律的红线 2024年3月24日 宝山公安分局顾村派出所 走近了几个提着大包小包的人 视频中 那个留着中分发型 穿着休闲的年轻男子 是前来自首的犯罪嫌疑人 跟在他身后提着大包小包的是他的同事 走在最后 那名穿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是公司的负责人 那么这名年轻男子为什么要来投案自首 这还要从同事们带来的那些大包小包说起 据报案人说 他们在年会上送给大客户的 是某高档品牌的男士香包 官方平台的售价从5000元到2万元不等 而报案人带来的 被大客户退回来的香包 一眼就能看出拙劣的品质 我们从肉眼上面来看这个东西就是不对的 就是它的做工啊 包括质感 都是跟就是 正品是差距比较大的 而负责礼品采购的 就是前来投案自首的那名年轻男子 他姓李 现年30岁 是公司的采购主管 我们老板特别相信他 他到公司两年时间 老板就把他从普通员工升到采购主管 接到报案后 宝山警方随即对采购主管李某的礼品购买记录进行调查 我们公安机关对于样品也无法继续核实 但是我们在询问公司相关财务证人 发现采购主管提供的这个购买记录是伪造的 由于公司老板对采购主管李某的绝对信任 让这些错得离谱的假凭证得以蒙混过关 警方将这些假凭证上的总金额 减去李某实际用于购买假货的金额 得出他的涉案金额大约有四五十万 如果说这一件货可能真实的价格在一万元左右 但是他这种买假货可能只要一千多块钱 据李某说 一开始他是和老板商量后 决定通过不同平台购买礼品 以此来节约成本 前期他先确实通过了两家高端礼品店 买了购买了真实的东西 而且也发给了公司主管确认 公司主管信以为真 以为他后续也都是在真实的 然而 实水之味的李某从中嗅到了赚钱的机会 如果他能找到更便宜的购买渠道 那岂不是能够从中赚取更多差价吗 李某利用植物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且数额较大 他的行为已经构成植物侵占犯罪 确实是利欲凶欣 他都没有想到这里面 我只占一个吃一个两成或者三成 他几乎吃到了八成到九成了 就是他可能买假货 买二十个三十个假货 才只花个两万多块钱 三万块钱 本来一件货可能一件礼品 一个行李箱就要一万多元 到两万元 据嫌疑人李某说 他是靠着自己光鲜的履历 和出众的能力 得到了公司老板的赏识和信任 不仅把唯一的落户名额都给了他 还把150万元采购费用 全权交给他管理 全部汇组到他个人的银行卡里面 因为他主动要求公司主管说 这个项目我一个人承担 下来更加稳妥 也更加方便 所以完全利用了公司的信任 导致后期的金额 没有任何人监管 而他通过朋友圈和日常装扮 刻意打造出的不差钱人设 也让老板和同事对他十分放心 认为他不是会薅公司羊毛的人 而随着调查深入 宝山警方发现 通过购买假货中保私囊 只是嫌疑人李某 职务侵占行为中的冰山一角 李某通过父母和朋友的名义 注册了多家空壳公司 利用职务之变 将公司业务收入囊中 截至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的涉案金额 达400余万元 而他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这件事情发生后 我们老板跟大客户赔礼道歉 也折退了很久 而且我们是创业公司 经济上损失也很大 导致该公司所合作的 这些企业也好 法人也好 对公司都失去了相应的信心 因为自己的贪念 自诩有些小聪明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辜负了老板的期待和信任 也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他的职务侵占行为 不仅使他本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也让公司蒙受了经济和信誉的双重损失 而在下面这个案例中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看上去 老实巴交的工地管理员 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这是2024年1月25日 浦东公安分局世博公安处调解室的一段监控录像 录像中的这名中年男子 正在认真书写着什么 这是你的银行卡 对 就是从一从这张卡里转到这张卡里去 画面中的这名中年男子是老李 他在写的内容是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所骗走的转账名系 简单说就是说他在网上下载了一个无名的APP 然后他在APP上面有个所谓的导师 导师给他一个网址 那网址上面就是一种投资的网站 你投资多少钱 那么有多少收益 那本身这种属于网络诈骗 而老李之所以来所报案 是因为他的工友察觉出了异常 画面中 那名身着蓝色外套的男子就是老李的工友 之前这个工人有问工地的工友 然后管理人员都有过借钱的情况 那么这个管理人员觉得可能有一些问题 过了半个多小时 老李梳理出自己被骗金额高达200余万元 民警在替老李感到惋惜的时候 也产生了一丝疑问 那么他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 工人在工地负责一块项目 那么他的年薪也就10万左右 然而从去年10月份被骗 到今年1月份报案 仅仅4个月的时间 老李就投入了200余万元 这跟他的薪资水平明显不符 那我们觉得他这个钱款 是有来路不明的情况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叫那个值班的民警 陪同当事人到就近的银行 调取了他的一个资金流水 银行流水显示 近几个月来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固定账号 给老李打钱 金额从5万到10万不等 那么他自称是问亲戚朋友借的 那么我们也掌握他这个人的一个 也没有一个能力 去向亲戚朋友借的那么多的钱款 那么我觉得他这个来报案 可能有虚假的情况 在警方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断中 老李终于吐露实情 原来老李是工地的设备管理员 他的工作就是根据施工量 租用相应数量的脚手架和盘扣 老李坦白 为了堵住司机的嘴 他每次都会给对方一定的好处费 老李通过网络平台找了专门回收钢材的人 以每吨4100元到4500元不等的价格 把东西卖了出去 为了掩盖自己中途变卖的行为 老李会冒充工地签收员 在送货单上签字 因为工地方和出租方签订的是长期协议 一年才会进行一次租金结算 所以直到协议快到期 工地方自己核对账目才发现不对劲 我们其实工地已经结束了 都陆续再还了 那实际上就多出来这么多400多元 而对出租方来说 则是莫名其妙损失了400吨交手架 因为正常的确实在一整年的 那个施工过程当中 这些盘口之下确实会有损耗的 但是损耗的程度没这么大 一般性大概是在56吨 或者最多大概是10来吨的样子 直到这个时候 老李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我一点人是这样 都想要转轻了 你只要你这个金额太大 我们公司损失太大 我今天的话 首先是我这边是比起来 但是我一点的 公司我也一点都还不上 他的这种行为是严重的损害了 我们公司的信誉 包括我们的资金困难 这也是一种比较不可 无法挽回的一种损失 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 犯罪行人老李感到懊悔不已 就是想的就是这边挪一下钱 到时候赚了钱回来再给他还上 再把那个交付价买回去 就是每次都没有 都回款回了一点点 然后又全部 本地全部进去了 他这个心态 就是个独特的心态 他一心只想着通过那个所谓投资网站 赚取所谓的更多的利益 但是他实际上他发现没有一次成功的 相反他会越陷越深 他会不断地再去通过上桌方法 想去转回来 因为赌通吧 他终归会相信他下次终归能转回来的 目前犯罪嫌疑人老李 应涉嫌职务侵占罪 被普通警方依法行使拘留 对于参与倒卖的其他涉案人员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以这个案为例 是希望能够宣传到这些工地 让他们有一个警醒的一个作用 引以为鉴 让他们在最后的一个收尾阶段 杜绝此类问题的一个发生 也是世博公安可以保驾这一些企业 能够有一个优质的营商的一个氛围 上述两起职务侵占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 都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 就因为各种原因东窗事发了 而在今年2月份 青浦警方接报了一起职务侵占案件 时间跨度之久 涉案金额之大 让见惯各种案件的民警 也不得不感叹一句离谱 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2024年2月5日上午 一家公司代表 匆匆来到青浦官分局经侦支队 说自己公司出了大事 找到第三方给公司做审计 发现公司账上少了一千多万 而且经营润也少了很多 那么公司是怎么会发现 账上少钱了呢 事情还要从公司财务朱女士 因病住院说起 我们公司就一个财务 所以他一住院就等于公司的财务系统 就瘫痪了 我们上个月去看他的时候 就跟他说 公司马上就要发工资了 你要么把账目移交一下 我们先找到第三方 把工资发了 等你病好了 再回来继续接受 然而 面对公司老板的好意 财务朱女士却表现得扭扭捏捏 抬头老板还以为 他是怕丢了工作 不肯交出账本 就安慰了他好久 最后他才不情不愿地 和第三方交接了工作 第三方接管公司账目之后 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第三方公司在发工资的过程当中 需要对公司账目需要进行一下盘算 结果一看 这个账目太乱了 所以才案发了 经过他们公司自己的梳理 发现有一些公资上的钱 被朱某嫌疑对象 自己以红利业务款等形式 花到自己个人账目上 我指务清占了 大概是一千多万的公司上的账 这个亏空 那么后面就发现了这个事情 然后就到我们竞争支队这边来报案 接到公司报案后 金浦警方立即对财务朱女士的经济状况 展开调查 发现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 他总计侵占了公司一千三百多万资产 接到这案子 我在分析这案子会看 哇 这真的是难以置信的 一个案子 一个职务清占的案子 要从一二年开始就已经发生了 到二三年才来报案 其实是非常离谱的 因为我们平时日常工作当中 这些类似于植物类犯罪的 植物侵占也好 挪用资金也好 我们都会去看去甄别 那么基本上都是公司 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发生了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立马就报案报过来 证据却早 2024年2月10日 朱某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面对民警的审讯 嫌疑人朱某一开始表现出了赋予顽抗的态度 但是当民警将一份份转账记录 流水清单放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他的涉案金额达到了惊人的1350万 这些通过植物侵占获得的非法收入 被朱某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股市和期货市场 炒股的情况就是我们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亏空的 包括后续他花这个公司账面上 动用公司账面上的这个钱去购买了这个房子 那么房子后来也被他进行了一个抵押 抵押之后呢 他也去投入到这个股市当中了 我们询问过他的前夫 他的前夫就告诉我 在他们那个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呢 他有炒股票的习惯 并且那个看股市啊 看股票啊 都要弄到凌晨半夜的时间 他对那个股票的专业程度还是比较深的 很痴迷于那个炒股 嫌疑人朱某是在2010年 通过社会招聘进入公司的 2012年老财务正式退休 朱女士成了公司唯一的财务 她也是在此时发现有可乘之机 她一个人掌握了这公司所谓的钱袋子 那她就一家独大 她想怎么用这个钱都可以了 这样才因为 正是因为这种财务制度不规范 再加上她自己对职业操守的那个底线的突破 甚至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才造成这个案子发生的 基本财务制度起码是要两个人以上的 对吧 有些人应该是 他是有人负责会计 有人负责出纳 那么也避免了就是说 类似于有这样的职务侵占也好 或者挪用资金的这种情况出现 利用公司财务制度的巨大漏洞 朱某在12年里 在职务侵占的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直到心态完全失控 从股市出现亏空开始 他可能就觉得 这一步就已经没办法再往后退了 只能说继续往前走 那么毕竟股市一直在亏空 总归有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些亏空 那他其实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停止他这样的行为了 面对上千万的涉案金额 犯罪嫌疑人朱某选择逃避现实 但他逃避不了法律的审判 过去的事我就再不再回忆了 任何事我都不再回忆 任何事与人不想回忆 而公司也因为财务制度的严重漏洞 结结实实交了一笔学费 公司的那个制度要完善 在完善的制度下 免有人监督 那即使有侥幸心理 他也会有所敬畏 就是说有人在看着 有人在监督 我不应该这么做 做对了 董事明 到了 从空以后 未经许慈不过 在这个 想 别排